第1071章 轰动 在叶西文离开了现场之后, 没到半天的时间, 一群人带着无可匹敌的恐怖气息赶到了现场, 每一个身上都拥有令人胆寒的气息, 为首的那个男子和聂飞白有几分相似。 这个时候, 看到地上弟弟的尸体, 脸上露出几分痛苦的神情, 给我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和聂飞白有几分想想的男子冷声说道, 自己从小看到大的弟弟, 现在居然死在了这里, 对于他来说,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痛苦的? 由于大战的余威, 战斗的都是叶西文, 聂飞白, 耗仓这样的恐怖绝伦的半步伐, 向尽后期的高手, 哪怕仅仅只是战斗的余波, 就足以让那些血兽根本不敢接近了, 因此现场还保持得很好, 还是叶西文之前布置下来的样子, 不管是谁, 胆敢杀了我最亲爱的弟弟, 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很快, 一份报告, 就到了他的手中, 邀请聂飞白前来这里的, 却在现场没有看见的浩仓, 再加上聂飞白最后一下, 也被证实, 确实是死在了浩仓的成名绝迹之下, 一个个矛头就指向了这个事时候, 已经消失不见了的浩仓, 虽然还有些疑问,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谁会去在乎这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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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贱的家伙, 竟然敢对我弟弟动手, 那个和聂飞白有几分相似的男子, 低声不断地咆哮着, 带着那些南方海域的高手, 迅速朝着天雷海域飞去, 时日, 整个天雷城一片血流成河, 当时在天雷城之中的上万高手, 无论是不是天雷海域的高手, 全部都遭了样, 暴怒之下的南方海域, 迅速将整个天雷城屠露一空, 到处都是尸体, 到处都是鲜血, 整个天雷城, 就成了一片人间地狱, 很快, 没有了人镇守的天雷城, 因为这遗留下来的无数尸体和鲜血, 迅速引来了无数的血兽的盘踞, 很快就淹没在了无数的血兽狂潮之中, 成为了又一处血兽的盘踞的巢穴, 甚至据说其中还有法相镜的恐怖血兽在其中盘横, 一个超级海域的愤怒, 震动了整个血界, 因为南方海域的一个重要弟子的死亡, 直接导致了天雷城彻底成为了一个人间地狱, 至于证据, 那重要吗? 已经没有人在乎证据什么的了, 这件事情迅速就成整个血界各族高手议论纷纷的话题, 但是即便是因为有事外出, 从而躲过一劫的那些, 无论是天雷海域的高手, 亦或者是其他海域的高手, 都没有一个敢于去找南方海域的麻烦, 因为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击败的对手, 于是乎, 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了那些天雷海域的高手之中, 因为南方海域对外公布的原因, 却是因为南方海域的高手死在了天雷海域的号舱的手里, 这才是导致了南方海域血洗天雷城的根本原因, 而被这些海域联手针对, 围剿, 原本浩浩荡荡, 声势浩大的顶尖中型海域天雷海域也就迅速成为历史的名词, 即便有一些残存分子, 也绝对不敢自称是天雷海域的高手, 甚至就算是有一些修炼雷法的舞蹈高手, 这个时候都要小心翼翼的, 因为很有可能就这样被其他人给你干掉了, 面对现在暴怒之中的南方海域, 他们也都得小心翼翼的, 尽管他们都不是天雷海域的人, 但是如果万一一个不小心, 就被当作天雷海域的人给干掉了呢, 那他们找谁哭去, 而这一切都和叶西文没有了关系, 因为他现在正在闭关修炼之中, 这一次和耗仓的交手, 让他之前就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暴露得更加严重了, 如果不是最后凭借着强横的实力, 将他斩杀了, 那么问题就真的大发了, 他的藏剑爵已经有些跟不上叶西文现在的战斗了, 叶西文之前一直想要开创出全新的建招, 让藏剑爵能够跟得上他的战斗节奏, 就像是三剑合一, 这一招, 叶西文只能说是开发到了一半, 根本没有完全, 仅仅只是一个雏形, 但是除了那一招天地同寿之外, 威力何止翻翻, 但是即便如此, 之前也没有能够将耗仓给彻底斩杀, 可见这一招威力还有待加强, 而这一次闭关, 叶西文的目标, 就是将这一招三剑合一给完整地推演出来, 对于他来说, 有神秘空间的帮助, 比起一般人都要强得多了, 只要他愿意耗费灵精, 这就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灵精是什么问题吗? 当然不是什么问题, 刚刚缴获了一笔巨大的灵精, 他现在可以说是一夜暴富了, 花费起精识来, 就是大手大脚, 完全不顾忌的, 一片山林之中, 一道人影在不断地挥舞着铁剑, 铁剑横空, 没有多余的真缘, 似乎仅仅只是不断地舞动着, 唯有偶尔剑尖喷吐出来的剑芒, 让人胆战心惊, 叶西文闭着眼睛, 静心感受着剑道, 身体内的神秘空间, 不断将推演出来的三剑合一的精华, 烙印到他的原神之中, 让他能够迅速掌握, 而不用经过学习的过程, 这可以省去他很多很多的时间, 甚至于铁剑在舞动的剑招都一点都不规律, 如果在外人看来, 说不定还会以为他根本就在乱舞, 丝毫都没有规律, 杂乱无章, 但是唯有真正懂得剑的人, 才能够明白, 叶西文这看似毫无规律的剑招之中, 蕴含着剑道的诡计, 看着散乱无章的剑招之中, 蕴含的是叶西文对于剑的理解, 本身藏剑爵这一套剑法, 也都是更加只重其义而不重其行, 事实上, 舞道一直发展到了后面, 招式也越来越精简, 像是许多后天级别的武学, 动辄就是几十招的招式, 什么八十一招, 七十二招, 四十九招之类的, 而越到后面, 这些招式也就化繁为简, 越来越少, 但是威力却是越来越强, 随着招式不断的化繁为简, 也就越来越接近大道的轨迹, 传说中那些高手, 他们相互出手, 那些看起来是招式, 其实都是大道级别的攻击, 用自己对于大道的理解来轰击对方, 也就是说, 那不是他们自己在出手, 而是借助天道的力量在和对方攻伐, 那种境界对于叶西文来说, 还是一个想也不敢想的境界, 不过这不妨碍他朝着这方面努力, 藏剑爵本身就是一部非常精简的弓法了, 总共也就四招的剑法, 可以说已经化繁为简到了一定的地步了, 要想再次化繁为简, 化成一剑, 那就不是现在的叶西文能够做得到的了, 就算是加上了神秘空间也没有用, 即便能够做得到, 那代价也会叶西文没有办法承受的, 所以叶西文并没有打算简化藏剑爵, 相反的, 反而要强化藏剑爵, 将藏剑爵的品级一口气提升到地阶的程度, 这样的话, 叶西文运用起来, 就能够得心应手了, 甚至就算是在法相境之中, 那也是拥有相当的威力的, 他在这一座山脉之中, 足足又待了十天的时间, 这才终于将藏剑爵的品质提升到了地阶的程度, 但是即便如此, 他也整整花费了五亿灵精的程度, 等到叶西文真正清点的时候, 才发现用掉了这么多, 顿时觉得微微有些心疼, 即便是他这次缴获了非常多的灵精, 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消耗速度下去, 只怕用不了两年, 就会消耗殆尽了, 许多超脱镜的高手,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能够消耗叶西文, 这十天的时间内消耗掉的灵精那么多, 不过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为他不像是那些大势力的弟子,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庞大的宗门当后盾, 有时候, 这种后盾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护短这一点上, 还有包括宗门内的各种资源, 这些资源之中, 功法资源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以他的表现出来的天赋和实力, 如果是在其他的势力之中, 恐怕很快就能够获得势力之中高层的培育, 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的自己提升自己修炼的功法的品质, 只要说一句, 就有大把的地界, 乃至是天界, 神界的功法给他使用了, 就算他身边跟着叶末也没有用, 叶末的功法, 多数都是魔族的, 要说魔族的功法, 他是一把一把的, 不过其他族群的就少了, 尤其是人族的, 就更少了, 除非叶希文打算变成人魔, 否则那些专门开辟出来给魔族修炼的功法, 根本就不适合他, 只能看看叶末什么时候偶尔想起来适合他的功法才行, 除了要将藏剑爵的品质提升到地界之外, 他还要将三剑合一这个只是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的招式完全推演出来, 这对他来说, 这是比将藏剑爵提升到地界还要困难的事情, 也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和时间。